河洛地区四面环山是盆地地势 酱油量相对偏少 所以饮食上多带汤水 既能补充水分还能预寒 懒锅菜有汤有菜 营养均衡 是当地人的午餐首选 那么晚餐呢 没错 还是汤 早汤开启一天的生活 晚汤消化一天的忙碌 当地人对汤的态度有始有终 坚定专一 在这条人生顶对的老街上 也藏着另一种让人好奇的汤 不翻汤 要找的就是这家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找的 到了晚上会喝的 叫做不翻汤的那碗汤 我们看看都有什么 这是一个面饼 牛肉 这也有牛肉 丸子 这个是洛阳汤汤水水里面的常客 还有一些紫菜 粉丝 海带和豆腐丝的这种三丝组合 你想一想那种口感就可以很清口的 很适合晚上来喝一碗 舒服服服就睡觉了 尝尝这丸子 丸子可是喝汤必点的 这个丸子很意外 它一直在汤里泡着 但你吃进去是脆的 是酥的 这个丸子有个性 丸子还能再加吗 再加的是丸子 好的 这丸子太棒了 你的丸子 看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焦大纹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你要干吃 有点硬 对 你泡进去吧 它还保留了酥脆感 这个就很绝对了 为什么大姐不翻汤会出现在晚餐多一点 对 这有什么讲究 八大汤是最出名的 就是有这个不翻汤啊 牛肉汤啊 丸子汤啊 早上喝肉汤 晚上就喝着的清淡的 相对清淡一点 对 不翻汤不翻汤 它怎么就不翻了呢 这都能翻歌啊 它里面有一种食材 是确定了叫不翻汤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不翻 跟食材有关 不翻汤的食材 有面饼丸子 牛肉 紫菜 干豆腐丝等等 那么是哪种食材决定了这碗汤 叫做不翻汤呢 哇 这里不愧是汤城啊 早上陷入了沉思 刚才其实这谜底就在谜面上 我猜应该是不翻那个饼 不翻那个饼 对 而且这个不翻汤 也让我想到一个北京的一个名吃 这三不沾 三不沾 对 这有点像 尤其上面的饼 那个是不沾 这是不翻 其实我刚才也是这么讲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饼 它之所以做成这个形状 口比较大 然后下面应该是实心的 是不是随着你往下喝汤 这个饼始终像一个小船一样 飘在这个汤碗里 所以船不翻 这个饼也不翻 喝了这碗汤 我们有意的小船永远不翻 来吧 看看正确答案 就是这个饼 这个饼 这个饼叫不翻饼 这个饼是做的时候是不用翻个的 一次做一个 这个饼呢 咱们看这一面 明显的是浇糊感 对 那它是接触我们的这个锅具的 对 但是翻过来 这一面你看 就没有这种烧灼感 对对对 也就是说只加热了一面 不翻它 是 是是是 那这是不是有什么由来呢 为什么这么做这个绿豆饼 那这个绿豆饼 就是康熙皇帝 威夫私房的时候 不然饿了 对对对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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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老太太 她就在那儿做饼 做饼的时候这个康熙皇帝呢 说是 饥饿难忍 什么东西这么香 我饿了 对 我现在我要吃 那个老太太说 那这个不熟 不翻 没有翻个 她还不熟 只是弄了一面 做了一面 康熙皇帝说 等不及了 反正我就现在要吃 你就不用翻了 我就吃吧 就这么流传下来 对对对